大家好 尹恩恩频道 今天要和大家一起分享那个汉字呢 什么叫 诗 诗这个汉字啊 它是一个会议词 这个字在交换文里面 它的写法呢有两款 一款呢它是这样的写 这是个什么 这是一个水 水的坚生性 一个点也写上去 这是一个长长的一树 这个就是代表水的分支 它就是水的一个子流 这是一款写法 还一款写法呢 这个下面呢 叫做一个土圆圈的符号 它是代表一个灵物 那就是 取有灵气的一个东西 那这个灵物究竟是什么意思呢 最早的世界 缘故实在 属于某系群文字 这个孩子呢 就知道自己的母亲是谁 不知道他父亲是谁 那些写名 把有一些的圣人 为什么会出生的圣人 它归关于什么呢 归于他的母亲 在圣他之前遇到了一些灵物 我们简单可以看到一些社会的小说 父母天子 出生的自己 天上有一条枕龙 跑到他母亲上去里面去了 所以杀了这些人做皇帝了 那社会那个枕龙 那就是说是灵物 过来呢 把出生这个圣人 所提醒的这个灵物 就作为他们的小群的符号 所以事件长了一后呢 这个呢 就成为一个小群的一个姓 这个姓 最早的时候是很少的 而且周朝的时候 他姓是他这二十几个 父亲完全自一后了 这个婚姻呢 就变成了转悟婚姻子 所以这个孩子呢 不仅知道他的母亲是谁 也知道他的父亲是谁 所以说人口的挣扎 人类又斗 那有一些人呢 他就坐步坐步的呢 浅息到另外一个地方去生活 那这些人口呢 比如说这个族群当中的一个分支 这个分支就是师 族群是姓 搬出去的那一股是师 这个姓 这股词也是不变的 这个师呢 它是可以变的 这个师可以随着风化而变 风到某个地方 从某个过 他这个师也是改变 或者是某个观测 也可以改变 所以在古代的世界 这个姓后师呢 它是分开的 男子称师 女子称姓 到了张国以后 这个姓和士 就是坐步坐步的 和尔为业 后来也就不分了 统统这种的姓士 就是这样子 是它最早的含义 就是从这个地方过来的 说文解释里面 它称之就这样子解释 孤子圣人 某干天而生职 故称为舔职 母亲也会感到天上的某一种 义物 灵物 生出的孩子 就是舔职 就是这样 这个诗诗的这个写法呢 从家管门到经文 一直到开始 它的变化都不是太大 下面呢 我就把这个字的写法呢 那就是和大家一起分享 诗这个字 在家管门里面 有两款基本的写法 有可能就是我们看的 看到的那样子 它这样子写 这是一个尖上的水 这是代表水的子流 还有一个基本性的一个写法是这样的 它是这样 这是一个某干天的符号 在地上盘里面呢 它写的这样 这儿也是写了一个某干天的符号 它就是所谓凌落 还有一块的写法呢 它写成这样 写成这样 在经文里面 这个字 第一块 它写成这样 基本上就是和 家管门这个字 差不多 它用这个角度 发生了改变 第二块呢 它写成这样 第三块 它写成这样 它写成这样 一个领悟 第四款 就写成这样 一个领悟 写成这样 一个领悟 这是我们里面 这个四款不同的写法 这个字 叫小钻里面的写法呢 它把一个点 拿长 变成一个横 这个小钻 这个字 写成这样 这是小钻的写法 这个字 在 栗树里面 它写成这样 有的呢 是底上写一横 有的呢 是写一横片 这两种写法都有 K树里面呢 它写的事情呢 很多的书发家 都喜欢在这个地方加一点 很多书发家 它写的这样 这个顶上呢 写成一横 看那个背体里面 很多都是这样的写 它这个地方加一点 这顶上写一横 这个地方加一点 很多书发家都写成这样 这个四这个字 现在我们一句情况 它是不大看得到了 明国时期 这个女的 嫁到南方去以后 这个女的姓张 嫁到南方来 南方姓王 这个女的原来不光叫张什么 到了南方以后 她就叫做王张思 结婚以后 她就没有名字了 好 今天呢 我们就把这个事 和大家一起分享到这儿 谢谢你的收看 再见